我这一周我要去广州出差呀 我上次去的时候不是有个小朋友 他妈妈带着他过来见我 然后还穿得非常正式 搞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呀 他不过大呀 他十七十八岁吧 记得记得小伙子好帅 你大先帅那个 那我十七十八岁的时候 那也是 不削了 扣666就完善了 一往西了不扣过666 一切都在这个666里面了 这是你是越听音乐的样子吗 有一些我曾经觉得听着一般的歌 后来别人配合画面搞个BGM 之前没觉得这么好听的呀 在这种晚上听的时候 就感觉一种淡淡的忧伤 就感觉他唱得好思心烈废物 他怎么可以在这么纠结的感情里面 唱出这样的嗓音 我也好难受 他唱得我好难受 我还想了 我自己没女朋友呀 自己没女朋友呀 每一个想转辅助的C位 都有被射手伤过的心 我一旦让自己玩了一盘辅助 然后我赢了 我就开始想空分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几个好多人去打野员 中路的打射手 实在没办法 自己心情好了一波 队友不让你玩射手 然后逼你去玩一手辅助 后来你就选了一手张飞 准备 哎输了就输了算了吧 反正我也不会打辅助 后来发现 嗯 嗯 自己 怎么好像有一点点 这种辅助的天分 在你这个辅助下 这个节奏非常畅满 然后你就赢了一把 然后你第二把又玩 又赢了一把 你突然开始怀疑自己 你不是打射手 你也不是打野的 这个辅助混分 好像也挺爽的 挺爽的 然后就开始忘记自己 原来是个打野了 从此以后就堕落了 把你矫正回来的原因是 一切野的射手 实在是坑的不行了 一把掌把你开醒了 一把掌把你开醒了 连贵贯穿 我整个王者人生 大仙牌位连贵有什么好办法 默默接受他 享受他 你玩王者 没有一段连贵的经验 你出去怎么跟你的朋友炫耀 你如果打王者 你就没有什么个 七八连贵 盘盘MVP 这种经历 你怎么出去跟别人说 这个匹配医治 这个系统有问题 那说明你这个王者人生啊 它是不完整的 它是不完整的 你看我 巅峰十三连贵 一场直播从七点半 一直贵到了十二点 江湖上的朋友 不都知道我夜市三郎的名号了吗 很简单 去赶 去赢 遇到能聊的仙友是什么感受 你的声音像谁你知道吗 像谁 有点像大仙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 因为刚才我的队友也加速 那你就是 我先给你做一下心理铺垫吧 这把书都里面怪我 怎么会啊 把这游戏被遇到 还会怪人 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呀 我主要是被冰箱眼了嘛 被冰箱眼了 你不能打字 你不能打字了 哈哈哈哈 谁啊 哈哈哈哈 那我觉得你还挺是个暴躁老哥的呀 我感觉我那局我没骂人了 他就直接给我几言了 我很无几言 我们一比六人 才会在欢声笑语中打手机机了 不可以不可以 不能打字 打字我就抱着 让他们就什么时候愁了 哈哈哈哈 现在你现在 现在体重是活着了 过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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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爱我好兄弟 这关羽不见了呀 中路小心大 关羽不见了呀 你跟老大 哇兄弟 我爱你 我爱了 我屏着到大仙了 兄弟别碰了 我都不知道 我脸都活完了 大仙我看你俩都活了呀 我们终于缘分到了呀 大仙我是标准 我这把一个要拿 还没接 好的好的 我看你说 大仙我来了 别来别来别来 你别碰别碰别碰 哎呀 大仙有你超年 大仙有你超年 活着爱 活着爱 脾气再好 也得挡不住队友的开脉 我女人的高建 你把他带来的主要 你这个人的数字怎么这么差呀 这么下班的 让我家电饭锅都开了 你知道我是金牌厨师长呀 你脾气为什么这么烤 我但凡刚才不像直播 我一定开麦跟他互怼呀 就为了涂一时爽 我跟他怼到底 我恨不得拿着我的新华字典 边翻边骂他 我恨不得拿着我的新华字典 边翻边骂他 他没办法 我在直播 我的老师给我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就是你看到有一条狗子 你可以不答应他 你也可以看看 你做什么都对 但是你不能趴在地上跟他对着犬 实际上就不好看 但是没办法 我私下的时候我还是愿意涂一时爽快 我也化身成为一只狂犬 我就跟他对着咬 不愧是你二狗 当先有认出大仙前 好的朋友们 我们终于是来到了这个激情星耀一啊 爱了吗 星耀能打巅峰赛 现在就巅峰给你看 兄弟都一千九一千八了 你还不把王者打收拾 我是到了王者下来 他们怎么不明白 有个星耀的吗 看了没 我的队也都心呆了 啊一千九万分居然有个星耀的啊 跟我想的剧本是一样的 没办法 还会太残酷了 当先有认出大仙后 怎么大仙你还不打个王者呢 我上不去啊 我说上了王者 我被别人打到星耀 你知道吗 大仙的话能不能双排一把大仙 我们我们资格带一大王 知道吗 Legendary 星耀光一出我就知道不是翻译 一开始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听到呀 我要问一下观众 他一开始这么说的吧 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转发 拜拜